每日一提 每日一字 我们每个人和书法都是一不可分的 因为每天其实都在接触笔 也都在接触写字 我想有的时候科技 无论发展到如何高的程度 其实自己的名字 防伪还是需要自己来写 才有效 签名 但是有时一提起笔来的时候 写自己的名字 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写好 或者说怎么样就要写好 有人是这样的 他写自己名的时候他感到很为难 因为当众写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写不好 比如说有的时候像我 我其实就是说也是很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在写自己的名字 经常会觉得这个签名不好看 看到别人的签名 看着很舒服的时候很尴尬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看来这个签好自己的名字 写好自己的名字 还是很重要的 田老师对这个写名字方面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写名字问题 除了写之外 整个人的这个名字 有很多讲究的 有很多讲究吗 音形意都要注意的 音形意 就是声音的音 声音的音 声音的音 形状的形 形状的形 意就是这个 含义的意 对的含义的意 音形意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声音 你叫这个名字出来 响亮好听 这是要讲究的 比如说还有一些音韵学的 这个意图在里面 比如说注意点评则呀 注意点这个音韵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陈黎明 这个名字就不好听 因为陈黎明 三个声音是一样的 陈一声 陈二声 黎二声 陈黎明都是二声 都是杨声 都是杨声 杨平的声音 对 所以这个名字叫出来就不好听 而且很容易 读错 陈黎明 陈黎明 对对 等等这些 很拗口 对对 拗口就不好 还有的是这个 这个声音呢 听太行 自行出来不好 比如 比如说有一个女士 叫这个名字 她叫顾怨颖 顾 顾 就是这个 照顾顾客 对 怨字呢 在过去呢 这个写的时候 当然这是个年岁大的女士 怨望的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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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新颖的怨 结果这个字出来之后 你一看呢 是三个百页在旁边 对 都是左右结构 右面全都是一样的 都是左右结构的 感觉说写出来就并不舒服 这样的名字 就是说这点形状有问题 还有这个意思上 有时候容易读快了之后 给人一种误解 这个名字 或者有什么实际语都不好 比如说姓真叫真有钱 或者说黄大发 对 或者李富贵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些名字都有 直接意义都不好 明白了 所以这个名字出来之后呢 出来的声音要协调 字星要美 含义呢 也还要挺高雅 不要有直接意义 那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觉得这样的名字 比较不错的 从声音上来讲 又好听 然后从写起来呢 搭配结构上又很好看 读起来又很上口的 就是阴星一几 方面都照相 其实我一时也想不出 更多的名字了 比如天津有一位 名书法家 这个启公先生 对这位书法家 也非常的敬佩 是哪一位 就是天津的 券业厂的那个 牌表的提写者 叫华世奎 华世奎 他曾经在清代的 这个汪宫里 做过隔城 实际就是秘书厂 这个意思吧 华世奎 天津的券业厂 就是他提写的牌表 您来给我们写一下 是哪几个字 你看他的字叫毕臣 毕啊 自毕臣 自毕臣 毕 有时候他写个郁字 有时候下面 有时候写个土字 我不知什么原因 他两个写法都有 这个我们先写一个郁字来说 你看这个字啊 这个笔画很多 然后这个臣字 君臣的臣 这个字形一看 它就很大的区别 笔画 笔画多的 笔画少的 笔臣 画就是这个 中华的华字 中华的华 在性上应该念画 对 这是个长形的 这个柿字呢 又是一个扁形的 有点像历书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魁字呢 是这个魁字 又是长形的 你看读出来的时候 笔臣画是魁 如果用平字 调整一下 你看 是 则平 则则平 笔去生 臣 阳生 阳平 那么就说笔臣画是魁 但是说画是魁三个字 你看 这个字的这个心体上看 它就好暗门 所以另外这个起名的时候 不要起太晦涩的字 怎么讲 有些字就是大家都不认识 后来看门这个字之后 这念什么呀 后来还得去查阅字典 这就给人带来一些麻烦 给自己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而且不通俗的字 而且你说出来之后 人家不知哪个字 还得问你哪个字 要么你自己写一遍 这就很麻烦 而且含义不清的字 所以在给自己起名字 将来我们给孩子们起名字 都应该注意这几个方面 读出来好听 写出来好看 讲出来呢 那个意义 当然不要有直接意义 我还是说 你看笔臣画是魁 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但是这些字都是褒译的 类似这些东西 不要起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 那看来这个起名字 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那我们说这个写名字 可能更有讲究了吧 我们最后说到这个写名字的问题 普通说呢就是签字啊 写自己名字 实际上在书法这个 这个环节当中 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落款 落款就是最后书法家的签名 如果你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 那就肯定你的书法作品不可读 没必要再看 你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 你还要看你作品干什么 这是一种必然 写不好自己签名的人 一定写不好其他的字 对对对 这是个必然的关系 所以你看那个古代的书法家 他们那个签名 一个比一个好看 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有时候 我们学一个书法家 他自己的签名 连很多年都写不下 很难效仿 很难模仿 对对对 但是呢 说到这儿 我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来 就是有人签名啊 搞一些个符号式的 搞一些个其他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叫曹玉典 曹玉典 曹玉典 这个人 他签的名字是这样的 曹操的曹 对 这像画圈 对对 他这样 曹玉 然后就这样 你说是英文不是英文 你说是中文不是东文 这是三个字吗 三个字连在一块 他说 你看我这样名字签完之后 谁也不认识 对 实际上我是很容易模仿 你越这样搞 越容易有人做伪 做假 你王羲之签完名字之后 你保证做不了假 因为他写的太好了 靠那个真功夫 你得不到 那么像这样的 画的符号 我不主张是 这种签名 有可能还是精心设计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说呢 写好名字的时候 也要注意 根据这个人的名字 比如说 尽管声音并不太协调了 或者是字心不太美了 已经叫这个名字来 你总不能说 大学书法以后 我就找户口 这个部门去改户口 我从中叫别的名字 不至于这样 还是在现有的条件上 把自己名字写好 好 那田老师 刚才我们讲了一些 这个理论上的知识 就是因形一方面写名字的 那我想咱们结合一下实际 行不行 来讲一讲 那我想先说一下我的名字吧 我叫王坤 这个您知道 像我这个名字 我常写不好 你看王字吧 在这个百家姓中 也是很典型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大姓了吧 坤 我是乾坤的坤 您像这个名字 该怎么写呢 我们来写 试一下 一边写一边说 王字呢 就是这么一个 直上直下的 这么一个阶体 独立的 像独体字吧 这个坤字呢 就是左右结构的 像这种字型的出来之后呢 容易啊 写成了 出了问题 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比如说 坤字 这个就不好 这个是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 因为这个王字啊 太轻飘了 第一个字 写性的时候 第一个字必须得重 不管笔画多与少 都不可以倾斜 一定要重 比如说你这个汪文坤这个字 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这个王字 比如说写的这么重 然后呢 坤字相对之下 笔画细一点 这就可以 这样感觉很压 这就协调 如果王字本来笔画就少 你再写的笔画很细 坤字笔画本来多了 再写的很重 这两个字就失调了 这就不好 这就不好 所以当性王的 姓丁的 姓鱼的 包括姓田的 这种笔画比较少的字 第一个字 应该重 相对要重 是不是一定要大 不一定 比如说 你这个王字 是不是一定要非写这么大 然后底下这个坤字写这样 这也不好 这也不好看 有点比例失调 对对 比例失调 所以说呢 就是姓啊 虽然笔画少 一定相对要重一些 但是不一定要大 分量一定要重一点 应该比第二个字的分量 相对要重 你还有建案例子可举吗 那咱们再举一个 两个字的吧 姓钱 这个姓 赵钱是你的钱 对因为这个王字 我觉得它比较简单 我们来举一个复杂的 形成一下对比 钱 然后那 那 那这个应该说在这个 女性的这个 女字旁一个那 名中也是 也是很多件的 看这样 它这个字 我们只能写繁体字 给大家看 这个字因为笔画多 就不 不一定再写得很重 因为它笔画多 本身的分量就够了 如果再太重的话 也并不好 这两个字呢 就说 这个那字呢 可以说 笔画无论如何 也不要 它的粗度超过前字 应该是这样 不要超过 所以这个 这两个字笔画都比较多 写起来的时候呢 应该还是第一个字啊 第一个字应该再重一点 也可以这样写 注意这边不是简写 简写就是两横 加一条片 在这个兴书当中 有一种写法 就是三横加一片 就是过去翻体字的写法 另外金字旁也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那字呢 可以写得笔画少 这个写得相对细一点 这两个字 笔画很多 也就只能是 第一个字稍稍地重一点 第二个字稍轻一点 还有我们说点三个字的吧 在明最终三个字里很常见 比如说李 这也是一个大姓了 李 然后李成音这三个字 李成音 陶李成音的意思 对对对 名字叫挺好 你看这个李字应该是要重 这是要重 橙子应该相对的轻一点 第三个字再重一点 这个三个字的名字 有两种写法 一般的说两种写法 一个是从字形上看 第一个字 一般的说要三分大 三分大 第二个字呢一分 第三个字呢二分 三一二的比例 往往就是这样 刚才我说的画是魁 你看这个比例大概是这样子 画是魁 他第三个字呢大小有区别 是这样的 这个李成音呢也是这样 他的第一个字要大一些重一些 第二个字轻一点 最属的中间这个字分量最轻 然后第三个字呢 其中一下 一般的是这样 这不绝对 要根据字形来 但是通常是这样 这是一种方法 再有就是两头啊 相对的要小一点 中间这个字稍稍大一点 这样一式区别 比如说这个 王羲之 王羲之 他每次签名的时候也是 也大体都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中间这个字就大一点 王子和只字就略小一点 但是这个王字肯定应该是重一点 所以要根据字形 根据字形 不要特意的把中间这个字写小 比如说我 我这个 我这个名字 天运章 第一次天字应该重一点 然后这个运字啊 就不能写得这么小 你比如说 写这么小 就给你感觉着 你是在做 做 都不自然 然后这个章子这样 这就不好 所以应该呢 写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天字应该重一点就可以了 这天字 这运字呢 也不一定非要太小 但是它轻 有点笔话多吗 轻一些 然后这章子呢 写出之后呢 放开一点 这样就可以 所以很多的名字 要根据实际的需要 这个字形的本身的特点 自己加以美化 田老师 刚才我们提到了 三个字的第一名 说是李承音 还有一个 我们在说一个男性 可能起名字比较多的 刘也是一个大姓 刘海涛 刘海涛 海涛这种 叫 大海波涛 对对对 这可能在男性中 这个名字也比较多 也是这样 第一个字啊 字形要大一点 笔话要重一点 这是刘 刘 孩子呢 中间要小一点 轻一点 不要太小 小的让人感到 灵熏 可怜就不好了 不要故意的 把它参差太大 刘海涛 就这样 我觉得这么写 就说得过去吧 可能现在这个名字 除了两个字的 三个字的之外呢 叫四个字的 比如说父姓的 也很多 对 姓父姓的 比如说上官啊 欧阳啊 司马啊 司马啊 对谭台啊 我们举一些 举个简单的吧 上官文清 这个笔话都比较少 上官 文是文化的文 文化的文 清是 清水的清 清水的清 对 我们写一下 试一下啊 上官 也是第一个字中 虽然都是 它是父姓 但是仍然是第一字 相对重 上官文清 也就是说 所有的名字中 基本上都是 第一个字重一些 对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第一个字重 最后一个字 不能太轻 太轻就感到 虎头蛇尾 所以这个写字 是要注意到的 那像四个字 刚才提到 说三个字的 它的比例是 三一二 不都是这样 不完全是 绝大多数是这样 有可能是 二三一 二三一 根据字形 而且根据字形 那像这个 针对于上官文清 这几个字呢 它的比例呢 这个 没有详细统计 但第一个字 应该是 字形 要稍微大一些 就要重一些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要轻一些 第四个字 略是重一点 哦 是这样的 方指呢 越写越轻 越写越轻 这样 哪个名字 也不能写成 三二一 第一个字 三分钟 第二分钟 最后一分钟 越写越轻 四个字 越来越尖 这样就不好看了 天老师 刚才我们 针对于这个 两个字的 三个字的 四个字的名字 来进行了一下 这个 说明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我们平时 在练习写字的时候 写自己名字的时候 可以有哪些参考呢 首先说呀 练习写自己名的时候 凯书 相对的要 让步一点 主要是 用星书来体写 自己的名字 写完之后 一定让别人 要认识 你写完名字的时候 人家不认识 比如你写一大堆草字 这就不好 比如你这个汪坤 这个字 这个王字一般的 草书星书 没有太大的区别 无所谓 这坤字写完之后 写成这个 这是个草字 一般人就不认识 你不要给人 带那么多麻烦来 是不是 所以就在签名的时候 你可能很流畅 很草率 但是要让人认得出来 天津呢 有几位这个 这个 这个 名义人 这个是艺术家 他叫王玉宝 王老师 我知道 应该是我的长辈 他在写自己名的时候 有时感到挺滑稽 挺可笑的 他肯定是开玩笑 他这个王字 他写了这样一个 停 然后玉子呢 写了一个这个 宝字写了一个这个 到这之后 然后最后 一行 一气滚通下来 就这样 但是 有时候看得很有趣 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觉得 还是应该 这个 写好 把自己名字 实际他的玉子 是这个玉子 王老师 我们关系都很好 我也给他写过字 这个 老太的艺术水平 相当的高 还是应该 把自己名字写好看 让别人感觉 这个人 书法很好 字很好 那么在 书法作品当中 落款的名字 也是这样 尤其在写自己信的时候 因为是祖宗留下来的信 自己一定要尊重 名字是老师和父母起的 一定要尊重 不要随便拿自己名字 写来写去的 非常的 这个 不严肃的 我不 我不赞成这个 以 加强艺术性为名 实际上 对自己名字写的 非常杂乱 我觉得不好 这样 所以 希望呢 这个 爱好书法的朋友们 尤其是你们 更应该把自己名字写好 当你的作品 落款不好的时候 给别人感觉 你的证文 可能是 临摹的 或者是 用其他方法 伪造的 就欢迎你 所以落款 是非常重要 在落款当中 自己的名字写好 就是 更加重要 各位网友 我们现在向大家 介绍一个 椅子 今天的每日 椅子 介绍一个椅子 我先写一个 凯书的椅子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在文言门当中 常用的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 我现在这样写 并不十分的规范 但是为什么这样写呢 就是因为在 古碑铁当中 前人们 基本上多数都这样写 有时候 无管背 还是铁 基本上都是这样写 好 我现在写一个 规范一点的 就是上边 一个三角 下边这么一个 狮字 这是最规范的一种写法 但是由于呢 前人们的写呢 都是第一种写法 所以我们还是把 第一种写法 向大家介绍 然而它中间 并没有太多的差异 在点画上 在解体上 都没有大的问题 只是说呢 因为你经常要 见到背帖上 像第一种那么写 因此我主要的 把第一种的那种写法 介绍给大家 先说一下 这个字的上端的这个 应该古代 已经就把它读成丝了 也可以写成一点 这样写 也可以 也可以写成呢 一个短 一个带有打点 这种情况 就是极短的小片 这样写 欧阳荀呢 是经常用下面这一种 但是上面 直接写一点 也为常不可 因为它有连续作用 它下面还有东西 所以呢 它就写成一个 小的短片 已是跟下边的连接 这样写 看起来呢 更显得连贯一点 但是这两种 怎么写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看 上边这些地方 从结构上看的是 收着的 所以收着就是它 并不扩张 不往宽住写 下边这两横 以第二横为最长 然后 是这样 从结构上看 上边呢 这应该是两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间距 叠是两个 整体看 就点画间距是这样的 上面这个 这个三角吧 就俗称叫三角 这个地方应该是两个间距 到下面的一横 然后下边呢 这两横 是一个间距 底下这一横 到最后点的末梢 应该是两个间距 这样看来 说来很啰嗦 实际上大家注意 看一看 它的点画间距 心里就会有数 也可以写成 这样一个片 世界你看 加片以后呢 这个间距变得 忽然就是 这个地方稍稍宽了一点 为什么宽一点呢 因为这片上边 它这还应该有一个间距 也就是在这个之间 它还有一个 短的横向的间距 但这个间距和下方 是不相等的 所以在写这个椅子的时候 它有片没片 都跟结构上略有一点出入 但是出入不大 这里有一个笔法 向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上面 所谓的这个三角 到这儿 回笔 就是这个地方 有的朋友弄不好的 原因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这个转折的时候 是什么一个过程 好 我们写慢一点 给大家看 起笔 再写慢一点 到这个地方 往这儿起 切 抱歉的是 因为这是宣纸 写太慢之后 它就阴诗 阴诗以后呢 它这个边缘的 这个角落就不清楚 但是没让大家看清楚了 我还是写慢一点 你知的这个笔法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写好 写快一点 这角落就明显一些 起笔的时候注意 略藏一点风 不要太锐起笔 起笔不要这样 不要这个样子 起笔 相对的来说是方笔 但是拐过来 这个地方 包括这小短片 也都是一个方笔 注意看 就这地方 是个方笔 也就是在这段 是这样的 不是个圆的这样的 也是方笔 所以古人说 草贵圆 珍贵方 楷书啊 就应该都用方笔 用方笔 显得这脉络非常清晰 谷歌呢 也看着非常的清爽 不然的话 显得拖泥带水 好的 我们下面 下面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字的 兴书写法 兴书写法 和楷书上 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在笔法上 它差距很大 集体上很接近 看一下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但是大体的结构 仍然跟楷书差不多 但是兴书这种笔法 为什么让你先有楷书的基础 就是它里边很多的点画 都有楷书的那个含义在里边 于是你的兴书出来有分量 因为你楷书的点画相当的沉重 你倒写兴书虽然快 因为你有楷书的底子 你出来的点画还是沉重的 当你楷书基础不好 你的兴书出现是漂浮的 兴书出来漂浮 草书也是这样 所以很多的点画呀 我们再稍说 再讲解一下 比如说 这个椅子的这个长衡 在楷书当中注意看 这点画 这种点画一定要吃得进去 杀得住纸 吃得进去末 这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言语 可以向大家解释清楚 这是我本人呢 也是词汇贫乏 我不知道怎么说 能说清楚了 就是这种点画 他一定吃得进末 或者说杀得进末去 或者说是 这个这个纸啊 能和这个笔最大限度起摩擦作用 有些前辈们说实话 说的比我还笼统 但是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他跟我说 他说你要把这个末呀 写到纸里去 其实这等于 好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你说拿着笔 站着末往纸上写 没有把末写到纸里去 写哪去呢 实际上老先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老先生们所说的就是 一般的人写啊 他这个末呀 总在纸上扶着 他杀不进去 他就知道画的那个道道 或者末多呢 就是这样 实际上这是扶着的末 要用那个笔尖的中锋啊 为什么强调书法的中锋作用 只有这个中锋啊 他才能把这个末呀 带到纸的深处去 这样讲啊 只有你通过慢慢练习 你才能知道这当中的 一些的这个精髓的东西 如果你不去练字 你就坐那听 你听完觉得你恍然大悟 其实你还不懂 就像这种横画 比如我写宽放一点啊 他能杀到这个纸里去 这种点画 不是浮光略影在上面 一晃而过 因此啊 这种你在楷书当中 你习惯的用这种笔法 能吃进去末 能杀得住这纸 渐渐渐渐的 你到新书当中 你也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写这个仪字 到这笔 虽然是快 他却是杀进去了这种笔画 他 他有这么一种 作用 当你没有学过凯书的时候 你没有这种感觉 你不懂得杀进末去 所以出的东西是漂浮的 因此 前辈古人说了 楷书一定要有飘扬感 草书 兴书一定要有庄重感 严肃感 你之所以能严肃 能庄重起来 是因为你曾经写楷书 有过这种严肃和庄重的过程 不然的话 你写慢了就制色了 你写快了就荒腐了 怎么都不对 当你基本功好的时候 写快了就潇洒 写慢了就庄重 快慢结合是又潇洒又庄重 这就是基本功的问题 有人现在把这个林贴启家 或者是在字方面非常有功力的人 就说他们的字是功夫字 我对这句话不懂 那么书法除了功夫之外 还有什么呢 说有学养 有学养 必然他的书法 他的基础还是个功夫 如果他是功夫字 你是什么字呢 那么说你不是功夫字 你要没有功夫 你要没有基本功 没有这个基础 那你是什么字呢 所以听来是荒唐的 所以听来说别人是功夫字 说带有贬义 那些就傻功夫 他不精明 他没有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其他的章法 各方面的处理的那些花样 其实除了功夫之外 其他的东西都是花圈绣腿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本钱拿到手 先解决基本功的问题 其他的事情就都好解决 并不是说其他问题 不需要再解决 是其他问题都好解决 而就是这个功夫 需要积年累月 因此这是个苦功夫 好的 我们下面写一个这个字的草书 一字的草书是这样写的 大家看 它正好上边的是一反一正 上边这个三角 大家看 凯书当中是这样的 或者行书当中也是这样的 而到草书阶段是有反着的 它为什么呢 就为了行笔的迅捷 行笔速度快 大家再看 就是这个样 这个这个乙字在草书当中 写法并不太多 但它基本如此 但是我看到过一本呢 凯这个书法字典 上面说这个乙字 说有一个字是这样写过来的 它是 我告诉大家 这是它收集当中的错误 这是个乌字 哪个乌呢 就是口天乌 实际上按照乌字的规范写 应该是这样写 但是呢 在古碑帖当中 就写一个口 一个天 写这个乌字 这个乌字在草书当中特定写 上面就点两个点 代表那口 下边这个拐弯 代表那个天 因此这是那个乌字 但是乙字呢 上面是这样一个三角 拐下来 从这过来 哪不同呢 因为乌字下边是个天 乙字下边呢 是个诗 所有的诗在草书当中 都应该是这样的 所有的诗都应该是这样写 也就是这一笔上来 转过来 但是呢 天字单写说的 注意是这样的 它不再转上去 天字的严格讲 写完这一横 从这个地方插笔 这是那个规范的草书 并不是这样 这样写 但是有时候写的过于草书 这么写 也不能为错 但是严格的讲 应该是这样的 冲启 所以在乌字和乙字当中 这是有区别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两个字的字形很接近 然后写书就混淆起来 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那个无 这是那个以 有时候就下边的暗收了 这个暗收啊 我很欣赏这种写法 就是不张扬 现在 很多的这个 这个青年朋友啊 特别喜欢说这句话 张扬个性 我告诉你 你很幼稚 你知道古代书法家吗 他们最不是张扬 这就跟现在很多人的书法的审美上 有一个根本上的区别 古代书法家总是以含蓄为美 不去张扬 而总是呢 收敛着去写 给人感到含蓄 有修养 比如说写一字 咱们说这个字 他就这样写 看来非常简约 他很舒服 很美 如果你觉得你要张扬一点 于是写成这样 你觉得赞美吗 实际上在古人那里 不屑一顾 好 好 中文字幕——YK